這幅顏色鮮明 畫風很有特色的作品 來自日本知名的藝術家 黃先生當初花了六萬元 購買投資 現在控訴一位前棒棒糖的成員 涉嫌詐欺 黃先生不甘心損失 甚至覺得被恐嚇 到派出所報案提告 黃先生這個時候才知道 對方的本名上網一查 發現過去也有人被騙受害 甚至還在臉書成立了社團 黃先生報案時對警方表示對方曾經說 隨時見要帶人到你的店裡等 讓他犧牲恐懼 被指控炸氣和恐嚇的前棒棒糖成員 也有話要說 被指控的前棒棒糖成員過去在螢光幕前 非常有活力 外型帥氣亮眼 不過卻多次捲入了詐欺事件 現在從事藝術品買賣又被告 新式作風再起爭議 三日圈黃德衛王少爺和陣風 台南報道